电话联系发现该名女子的电话一直处于战线状态 无法拨通 然后我们立刻赶赴到该名女子的家中 按照骗子惯用的套路 他们先会让受害人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按照他们的指示再对受害人进行诈骗 果不其然 民警上门 方女士并不在家中 为了尽快找到方女士 所里的综合指挥室立即联系了方女士的亲戚朋友 帮忙一起查找 方女士的妹妹反馈说 在自己家的楼下看到了姐姐的电动自行车 姐姐应该就躲在她家里 我们在赶赴现场的过程中呢 首先通过电话 让其妹妹对她就是赶名女子进行一个先行的劝阻 她人在哪里啊 带我们上去一下 她一直在通话 一直通话 全被骗掉都不知道了 你在哪里找到她了 我在家里啊 然后赶紧她 让我出去出去出去 然后我跟她讲话 你不要骗 民警跟着小芳上了楼 卧室的门关着 她说 姐姐就在房间里 去看她被人手机拿出来没 小芳告诉民警 接到民警电话之后 她也帮着寻找 没想到 姐姐就在自己家里 她上楼以后 姐姐正在房间里打电话 她大概敲了十来分钟的门 姐姐才开门 开门的瞬间 她一把夺过手机 按掉了电话 她说她是上海黄浦区的派出所 一开始我打过来电话说是上了派出所 然后我 因为我还是有防范意识嘛 我说 你怎么说你是上了派出所 就上了派出所啊 然后她后面开了一个视频过来 穿着警服 方女士告诉民警 对方说 自己的身份证被人冒用了 然后办了一张银行卡 卡里有216万 都是违法所得 对方说 想要不受公安机关的处罚 那就得上交卡里的216万块钱 就在方女士将信将疑的时候 妹妹敲开了门 首先利用了一个公安机关的公信力 第二个 涉案金额大 大家都想能不能大事化小 小事化聊 就正是利用了这种心态 才让诈骗分子的利率得手 像这种骗子 她不光说你卡里有多少钱 她会让你通过借贷 就像他们有各种借贷的平台 就包括正规的 不正规的都有 她会让你用各种方式来凑钱 当时方女士的卡里有几万块钱 如果不是劝阻及时 很有可能被骗了 事后 方女士把自己的经历 发到了微信朋友圈 希望让身边的人能引以为戒 可能大家都认为 这个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觉得离自己很遥远 但是自己身边的朋友 如果说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 大家可能都会提高自己的警惕心 不会说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188黄金焰 记者报道